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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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依靠自然生长的食令食材来说 气候条件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因为它直接决定着植物生长和发育的程度 优良的气候适宜的温度能让食材自身变得浑厚饱满 长势喜人 反之也能让它发育不良 产量锐减 尤其是对于生长在山坡上娇嫩的茶叶来说更是如此 为于浙江境内的天木山连连起伏云雾缭绕 森林覆盖力极高 为这里出产的白茶提供了绝佳的生长环境 这是一种无需发酵也无需深加工 就能够散发出强烈香味的珍贵茶种 由于顶端嫩芽略显白色 故取名白茶 每年清明前后是采摘最好的时节 用它泡的茶不仅茶汤清亮香气浓郁 而且还可以和许多食物进行搭配 创造出各式各样清新宜人的美食佳肴 但是听当地老乡说 今年采茶的这段时间里 这天气是忽冷忽热 气候变化非常的强烈 这就使得茶叶的产量较之往年大幅减少 这让原本就非常稀有的白茶变得愈加珍贵 每年四月都会有近十万名菜茶女工从安徽河南山东等地赶来 用短短三周的时间将这里仅十七万亩的白茶全部采完 来自河南的王大姐就是其中之一 她每年都会带领一千多名河南老乡来到安基 一起采茶一起挣钱 三十月份上这个沙江采茶 我们到六月份上这个湖北去采金银花 到这个十月份又去上这个宁波拨菊子 就是这样没听过 一年十几都跟着我出来打工掙钱 白茶喝起来虽然是清香淡雅 清人心肺 但采摘起来可没那么容易 听大姐说这白茶采下来好不好喝 能否卖个好价钱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采茶人的功力 所以今天为了一品这顶级的白茶之鲜 我打算亲自上手 跟着大姐们一起学学这采茶的手艺 不要从那个地方采 怎么采 谁说这个地方采下来 就是一芽一芯的 一芽一芯的白茶 什么叫一芽一芯啊 就是这样子嘛 你看一下 这不是个大叶子吗 上面这一个是一芯 这个是一叶 这个白一颜色的嘛 就是最嫩的一个白颜色的 就是叫我们的安吉这个白茶 最有名的白茶就是这样子的 哦 这个是不是一叶一芯 是是是是 是吗 是这样采是吗 是这样采的 啊 这是最合适的最好的 这就是最好的 是吗 这个可以卖上半价钱 确保一叶一芯是采摘安吉白茶的关键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新鲜的嫩芽营养不流失 二次加工时也更方便更高效 现如今呢 旺盛的市场需求使得工厂化的制茶工艺早已经占据主流 但在安吉依旧有许多人留恋手工炒茶的美味 因为他们觉得这既是对故土风情的眷恋 也是对传统手艺的继承 把风干好的茶叶倒入烧热的铁锅中 用手掌轻轻地翻抓揉搓 让茶青在高温的环境和手掌的力度下充分地释放香气 这样炒出来的白茶要比机器加工出来的味道更加浓郁 让人回味无穷 但无论是机器加工还是手工炒制 最终都得归功于这白茶天然的优良品质 除了安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大量女工的辛苦劳动和付出 才成就了这一片一片来之不易的珍贵白茶 承包茶园的老板非常体恤大家的辛苦 除了给大伙掌工资之外 还会经常给大家改上果实 而要说大姐们最喜欢的 还要属当地的特色美食茶叶红烧肉 因为据说不仅它的味道十分诱人 而且在做法上也是非常的别具一格 哇大姐这个茶叶太香了 这是刚刚采下来的吗 这就是今天早上刚刚采下来的茶叶 茶叶 哇你知道吗 闻起来居然有一种鲜花的香味 你知道我就是走了很多地方 吃了很多的这种红烧肉 有用桃树的树枝做的红烧肉 还有比如说用藕做的红烧肉 但是用茶叶怎么做红烧肉呢 是炒在一块儿吗 不是我们这这个红烧肉嘛 不是用那个炒 像你看我们这有今天早上刚采过的 啊这是在煮茶吗 哎哎就是啊 哦等于是用茶叶水来煮这个肉是这意思吗 是啊就是这样的 真的假的 真的不是假的 咱们这都这么吃啊 是啊咱们这个就是这样吃 我用茶叶水煮肉 我这次我一回听到 因为我知道用茶叶水可以煮米饭嘛 但它这个煮肉的话是什么味道呢 新鲜的味道 用茶叶来做美食 我以前倒是感受过 但是这直接用茶汤来炖肉 我还真是头一回见 先把新鲜的生猪肉洗干净切好 倒入刚刚煮好的白茶茶汤中 然后加入生姜料酒酱汁等佐料 用大火炖制一个小时即可 茶汤的清香 肉的浓香 与佐料自身的香味充分的融合 出锅后再撒点茶叶作为点缀 便成就了这道让人垂涎的白茶红烧肉 相比于和米饭进行搭配而言 来自河南的大姐们更喜欢用馒头 就着红烧肉来吃 不仅解腻而且顶饱 因为饭后大家又将面临着 极其繁重的采查任务 所以一定要保证充足的体力 毫无疑问红烧肉就是最好的 无极美食 成一个姑娘叫小方 长得漂亮又善良 一个美丽的大眼睛 鞭子抽又汤 出来心情好吗 他们玩聊聊天 在家待着会生病 出去跑跑没有病 吃到要多了 又吃胖了 他们说都可开心 给家都是不开心 有儿媳妇在 说不方便 再出来嘛 他们都是在防风 他们都是 朴实的女工们 往年都会在安吉 待上20天左右 来完成采查的工作 平均每个人可以赚到2000块钱 可是由于今年气候条件的影响 采查周期缩短 大家的收入较往年也就有所下降 所以就在我们的拍摄即将结束时 正赶上大伙 收拾行囊 准备离开 王大姐说 他们即将赶到下一个目的地 湖北继续干活 对安吉虽有留恋 但不得不继续上路了 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 最后一批 这批的有50多个 明年再来采查业 明年再带大伙来挣钱 好感受 大哥你摸他干嘛呀 我待会用这个东西 调出这个就是最好吃的东西 真的假的 待会你跟我去看看就知道 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 宋大哥却跟一根铁丝过不去 磨来磨去 也不知道他能调出什么样的美味 这边还在磨铁丝 那边一群怕青的人 打破了小村庄的宁静 阿姨我们来干什么呀 我们今天来偷菜的 我们今天要来烧野火饭 三月江南万物出生 四月里来菜花飘香 待到五月六月静香开放 残豆豌豆越长越谷 竹园里的笋也一天天窜高 听当地人说 在这个万物新生春夏交接的时节 野火饭绝对是长鲜的不二选择 按照祖辈传下来的规矩 立夏这天 烧野火饭一定要去看不到 自家烟囱的别家空地上 约上三五玩伴 不仅可以光明正大的偷菜 还可以挨家挨户的白拿各种食材 你们待会去拿点我们烧饭要的调料 还有你们第一组还有一个最关键任务 要拿几只小蜘蛛回来 我们不用再拍光眼球 好可以 好那我们出发 那我们出发 野火饭 一个野字倒进了重点 米油菜肉都不能是自家的 必须是村子里各家各户派来的 小朋友要的天经地义 大人们也乐得其所 不过这抓蜘蛛的任务 还真是让人匪夷所思啊 算了 还是先跟着小兄妹俩要饭去吧 要干什么 烧野火饭 烧野火饭的 你他要给啥了 咸菜 咸菜 咸菜我去摸 吃了 咸菜咸肉是野火饭里不可缺少的食材 尤其是经过腌制风干的咸肉 能够焕发特有的鲜味 搭配起家常菜来更加油刃有余 这个是来放蜘蛛的 咸肉 哥哥你有没有吃过蜘蛛 但我没吃过我还怕吃 还有个蜘蛛 蜘蛛在哪里啊 问题是 这只猪肚底下也有蜘蛛 阿姨这里 他的动来动去 小朋友抓到了蜘蛛 完成了大人们分配的任务 宋大哥这儿的铁丝也终于磨好了 可这究竟是钓什么美味的呢 答案马上揭晓 大人你在挖什么呢 挖蚘蛛 谁敢拿 我 咱们这儿 这个小姑娘 你这是个女汉子 来来来 大哥 你这蚘蛛挖了干嘛呀 做粤好的 掉黄扇的 拿它钓黄扇呀 对对对 咱们去钓黄扇来 黄扇藏身的洞穴 一般都在池塘 小溪水田的旁边 所以天气转暖后 结束了冬眠的扇鱼 在白天会躲在洞中等待捕食 这也是捕捉黄扇的好时机 把蚯蚓穿在铁丝钩上 就可以钓黄扇了 小朋友不要说话啊 叔叔成蚯蚓钓黄扇了呀 6到8月的时节黄扇最为肥美 是吃黄扇的最佳时机 小鼠黄扇晒人参 无疆人认为 小鼠是件体力活 肉嫩鲜美的黄扇 正是强健体格的最好营养品 苏州菜里 享游扇壶是比较经典的做法 开水锅中放入绍酒 扇丝超制的过程 除了去腥 还可以定型预熟 接下来旺火呛锅 将扇丝炒透后装盘 并在中央压一个凹坛 坛内点上胡椒 蒜泥 葱花 最大的亮点就是将 八成热的麻油 迅速淋入这凹坛 扇丝弹性十足 入口软糯极化 而享游扇壶也由此得名 可以了吧 大自然在不同的时节里 总会赐予我们最好的食材 春笋 香春 马兰头 伴着时光的流转 每年此时都如约而至 用旺盛的生命 带来这个时节里 最为新鲜的味道 除去这些田地里的各种鲜蔬 在这无门水乡 水生作物更是丰富 春季笔气 夏食藕 秋末雌菇 冬芹菜 三到十月 焦白仙 水生四季 有蔬菜 八种形态各异 口感不同的水生植物 放在一起 便是大名鼎鼎的水疤仙 说到仙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去寻找一种野火饭中增仙的招牌菜 只是找的方式有点不一般 大爷 我们能偷点菜吗 不要紧的 不要紧的 你拿拔了就不要紧的 随便偷啊 随便偷啊 大家随便偷 找什么 偷东西哪那么容易 真有耶 这个可以偷吗 大爷 真的可以啊 可以 这真是蚕豆 我拿走了 再多偷点 立下前后 蚕豆长得极快 要不了几天 嫩豆就上市了 而烧着野火饭绝不可缺少的 就是这偷来的蚕豆 能够吃到新鲜青蚕豆的时节很短 前后不过十几天的时间 如果蚕豆芽变黑 当地人就会觉得豆子老了 失去了许多风味 你这个菇给我 你这个盆子给我 我去炒米 你把蚕豆炒一下 要盆起来的啊 我们小时候就这样的 盖上啊 盖上就知道了 这样冒烟了 就是有热气腾腾的 就里边就好了 然后把蚕豆下去 蚕豆下去以后呢 等个几分钟就可以吃了 就很香了啊 就这样的 太期待了 香土味十足的野火饭 最大的特色就是杂 咸肉 糯米 再混合各种田间采来的石仙 一股脑倒进锅中盆煮 喜欢麦香的 还可以带米快熟食 再倒进蚕豆 并不固定的烹饪方式 却能摆搭出别样的风味 大姐咱要做蜘蛛蛋是吗 对啊 是真的蜘蛛是吗 肯定了 能吃吗 能吃 高蛋白是吗 是啊 那是需要人解读的呀 真的 轻轻的 轻轻的搞一个小洞 是要把蜘蛛放进去 真的呀 小蜘蛛放进去 这是蜘蛛是吗 端午食蜘蛛蛋可防五毒 夏日里毒虫滋生 吃了这蛋可以以毒攻毒 不受毒害 不过如果这蜘蛛有毒怎么办呢 有专家讲 毒蜘蛛的动物毒蛋白 在高温下会失去活性 这样对绝大多数人还是安全的 不过这以毒攻毒之说 也只是宁间的说法 并不科学 天色渐暗 硬着桑树条燃起的灶火 野火饭也出锅了 好 开饭喽 开饭喽 小孩子都拿个碗 来 拿个碗去盛 来 宝贝 你的饭好香啊 谁呀 豆豆跟咸肉 来 拿着 一顿野火饭 不仅让大家尝到了春夏时节的新味道 更让孩子们尝到了成长中的快乐 让大人们尝到了工作之余的轻松 也让老人家收获着一份健康团聚的满足 说起石令的美食之仙 除了山林跟湖泊之外 辽阔的大海里也同样溺溢着许多新鲜的美味 所以味道调查团继续前行 穿越太湖 来到了位于东海之滨的浙江州山 在这里不仅能感受到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气息 而且还能体验到许多其他的不一样的东西 现如今像这样依靠人力来扬帆出海的船只 已经非常少见了 唯独在舟山还留存着七艘作为研究和观赏 当地人称它为绿眉帽 视为守护海洋保卫家园之意 由于舟山海域的鱼类资源十分丰富 所以当地人大多以古鱼为生 但海上风大浪大 气候变化无常 所以绿眉帽船只就象征着海上的雄鹰 世代保佑着这里的子民平平安安一帆风顺 在这一点上 53岁的渔民老孙就很有感触 绿眉帽其实是我们祖传留下来的 由绿眉帽这样 就是海上的幽默鬼瓜都破了 把我们的地方一切平安 老孙是周山圣寺岛的渔民 带领船员出海捕鱼是他每天的旅行工作 这份工作虽然已经办了快30年 但他依然是乐此不疲 动力十足 中国有着近1.8万公里的绵长海岸线 而地处东海之边的浙江周山 位于长江和大海的交汇之处 淡水和咸水在这里融合 造就了丰富的海底饵料 所以产自这里的海鲜和鱼类不仅种类繁多 而且各个体型饱满 肉层厚实 它们自古以来就是人们餐桌上 必不可少的极致美味 听孙大哥说 在周山的圣寺岛上 有一种海鲜刚刚打捞上来就可以直接生吃 味道非常的独特 所以作为此次长鲜之旅的味道调查员 我打算跟着老孙一起出海 到这茫茫的大海中央 去寻找一下这传说中的极致鲜味 那怎么样今天这个浪大吗 今天呢还可以 现在可以 我听说风还很大 大起来啊 大起来那些船头啊 要上哪里啊 要上顶啊 你能站住啊 我根本站不住 我现在的胃力真的是翻江倒海 我觉得我在这个船上撑不过十分钟 这什么叫经历大风大浪 这不是大风大浪 这不行了 对我来说就是大风大浪 对于出海作业的渔民来说 天气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因为它决定着海上风浪的大小 一旦遭遇天气突变 那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 当地人说渔民只要出海 那么一只脚就已经踏在了鬼门关里 所以说捕鱼这份职业看起来轻松 实际还是有着很大的危险程度 大海突破我们潮 那个浪来浪大了 可能六至七米台风来了 一浪接着一浪 一浪接着一浪 我们求菩萨就是什么度过去 就是求天气好 台湾就这么挑 虽然出海捕鱼的风险不小 但往往高风险也伴随着超高的回报 各式各样的顶级海鲜 就是对于渔民辛苦劳累最好的套牢 它们不仅可以清蒸 游锅 还可以战争 爆炒 你能想象到的海鲜吃法在这里是应有尽有啊 不过要说这个时节的时令生鲜 那就不得不提海虾了 虾咱们常吃 但是这里的吃法跟平时吃的可不大一样 听孙大哥讲 今天我们出海打捞的正是海虾 他要就地给我展示一种极富当地特色的海虾施法 感觉好像挺沉的 有获有获 有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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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看到这个网里面的小精灵了 不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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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这还有个小螃蟹 这就是什么 是海参 这是海参 对 海参啊 是水的 你看 哇 你看这都是一些小鲜啊 真的像最好吃的 是吗 好吃吗 好吃好吃 这些都是刚刚从海底捞出来的小精灵 我和他们呢是第一次见面 初见吧 有一种对心的感动 因为这些呢都是大自然的亏赠 虾是我们餐桌上常见的美味 由于营养价值高 滋味足 所以用虾肉制作的各式菜肴 自古以来就受到人们的追捧 但是今天我们打捞的 可是生长于大海深处的鲜虾 听孙大哥说 这海虾要比一般的虾 营养价值更高 口感更好 同时 他们这里独特的做法 也让海虾更加的鲜香和爽滑 将刚刚打捞上来的鲜虾 用淡水洗干净 去掉里面的淤泥和杂质 然后倒入香醋 白酒进行搅拌 醋是用来去除腥味 酒则是要将虾全部灌醉 让酒的浓香充分渗入虾的身体 使生虾能够瞬间变得鲜香不比滋味十足 这就是周山当地颇为出名的最虾吃法 我真的没想到这个虾这么好吃 有一点日本甜虾的味道 它的肉质还是很软糯的肉质 我觉得这个感觉实在是让人觉得瞬间有一些恍惚 因为在南天大海之间 我们就刚刚把这些海鲜从这个船上捞上来 就完全是一种很原始的很纯粹的这样的一种味道 所以它还是腥味 对就是这种 我恰恰就是要这种腥味 才觉得来的真实 来的就是那么的纯粹给力 俗话说生吃螃蟹活吃香 这一点对于常年生活在海边的渔民来说更是如此 每次出海作业 船老大都少不了要捞上些新鲜的韩鲜 来犒劳自己的船员 醉虾是这个时节大家最热衷的美食 不仅新鲜爽滑而且现捞现吃 如果再搭配着烧酒喝上两口 那滋味就更足了 遥过了大海有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 而舟山这座天然的海上渔场 更是给予了人们各式各样的海鲜鱼类和贝类 给这里的百姓餐桌上增添了许多天然的野趣 而在众多海鲜品种中 除了我们刚才吃到的醉虾令人印象深刻之外 还有一种外观酷似东海白龙的鱼 也瞬间勾起了我的兴趣 哇 师傅这个鱼好干净啊 这个鱼叫什么名字 这个鱼叫豆腐鱼 豆腐鱼 我大概能想到它为什么叫豆腐鱼了 因为它的这个身体 它这个肉质特别的像豆腐 那种嫩的水豆腐 而且呢它其实刚刚在触碰它的时候有点像那个刚包完壳的这个荔枝 有一点像吧 像像像 有没有点像 对对对对对 所以它其实是晶莹剔透的 而且特别的滑 也特别的冰 对吧 这个鱼我倒是真是从来没见过 我是特别好奇它的肉感是什么样子的 豆腐鱼是盛产于周山海域的一种杂鱼品种 由于自身肉质极为柔软 摸上去和豆腐手感相同 所以得名豆腐鱼 虽说它不像龙虾海参那样 属于海鲜里的名门望族 但是在滋味和口感上 却丝毫不逊色于顶级海鲜 用它制作的椒盐豆腐鱼 是当地百姓招待贵宾时 地上的特色美食菜肴 它这个外面是这个炸的很酥的这样的一个质感 所以有点像这个炸鸡排的这个味道 然后你在吃到里面的时候 它里面包裹的其实是这个豆腐鱼 这个豆腐鱼完全就融化了 就特别像日本豆腐 或者是像鸡蛋羹的这样的一种口感 特别的鲜嫩 这个鱼太棒了 头一次尝到豆腐鱼的香味 吹残可破 质地嫩滑的豆腐鱼 不仅可以用椒盐来烹调 更可以红烧做汤等等 味道都让人难以忘怀 海鲜其实是很丰富的 我们渔民也都喜欢吃 但是在我们渔家吃外 从来不浪费的 因为海鲜是我们用命怀的 所以我们足足背背了 把这个传统一起保留下来了 渔民良好的饮食习惯 和不畏艰险的精神 着实让人钦佩 而东海的各种食令海鲜的美味 更让人陶醉 至此这山林之仙 湖边之仙 大海之仙 我们都已经感受完了 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样的鲜味 在等着我们呢 跟着味道调查团的脚步 继续前行吧 海味的新鲜与热闹 与吴江镇泽古镇里的安逸 完成了一动一径的味道交接 新征出来的团子不是为了售卖 而是为了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仪式 开灶 商朝起 人们就已经开始供奉灶神 同这千年古灶一起流传下来的 还有传统的糕点手艺 陆小兴 传统糕点手艺人 对于传统糕点的热爱 可以说到了痴迷的程度 由他挖掘整理的苏式传统糕点 目前已经达到几十种 为了让人们吃到更地道的传统糕点 他也是费尽心思 这是什么锅啊 这个 这个铁的 碳基炉 碳基炉 一百多年的练习 这是石灰 石灰 我们刷墙 刷墙 剩下的就是做糕点用 也是做糕点用 你拿石灰来做糕点 等会你来看 能吃吗 能吃 这是什么 这肯定也是用来做糕的对不对 对的 这是做糕用的薯菊草 就像老鼠一样 能够东窜西跑的 这是做糕点用的 对 但是这个花怎么用 这玫瑰是吧 花是用做馅料的 跟那个猪油一样 这个猪油看着 让我觉得有点厚动 这个也做馅料吗 这个也是做馅料 腌好之后就是很透明 在这个屋子里 似乎各种神奇的东西 都能拿来做糕点 流传两千多年的古灶 与上百年的老锅 这哪是糕点铺 这分明就是博物馆啊 再瞧瞧这满地的石灰和沙 这家子明明就是装修店铺 剩下的材料 怎么就成了传统糕点的 必备法宝了呢 还有这个会跑的草 送爱人的花 吃猪肉被剔除的大肥肉 它们真的可以做出 锁住四季十鲜的糕点吗 与北方不同 江南糕点的口感 基于糯米和精米混合成的米粉 而色泽鲜艳 香味浓郁的四季花草 则用来调配馅料与口味 苏式糕点实力性很强 有着春饼夏糕秋酥冬糖的产销规律 以浓力算起 有些糕点可能晚一天或早一天都是吃不到的 不过我可是个有口福之人 守着糕饼店还怕没糕吃 接下来我们就从这春天开始吃遍这四季糕点 谢谢大哥 这么多年了也没人给我送过一朵 所以咱们要用这个玫瑰花来做什么呢 玫瑰花做春天的饼的馅料 豆沙里面的馅料 豆沙馅里头要用到这个玫瑰花 玫瑰花跟那个猪板油 还用猪板油 玫瑰花馅料先放进去洗一下 把这个花瓣摘起来 放上那个糖跟那个蜂蜜腌制 还有蜂蜜来腌一下 腌制之后放在容器里面 大概要一个月左右就可以用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春天才有的 春天才有的 玫瑰花酱密封一个月 再次开封 浓烈的玫瑰花香与鲜甜味道 会弥漫至每个角落 桂花酱与玫瑰花酱是苏式糕点的主打香型 与豆沙均匀的混合在一起 就是制作苏式糕点最经典的红豆沙馅料了 豆沙的甜腻夹杂着自然的花香 用它做的糕点绝对是江南人的最爱 陆大哥说 他们这里的传统糕点是不会用合成色素与香料的 老手艺人更愿意按照古法 根据糕点的风味和性能 选用相应的花料 果皮等天然食材来增添色彩和香味 而这香味嘛 就一定离不开这白花花的猪油了 这样的声音这样的质感完全想象不到 它是在做一种美食你知道吗 猪油放在那个跟豆沙融合在一起 可以把玫瑰花的香味现在更淋密 进去还可以润一点 所以那豆沙菜吃起来就润润肥肥的是吗 润润肥肥香味是足的 哦 这个馅料可以做春季的好多品种 像那个青团 麦芽他饼 还有我们马上下架的那个酒酿饼 酒酿饼 作为酒酿饼你看看 好好好 尝一下啊 好嘞 酒酿饼顾名思义 酒香是最大特色 上好的米酒必不可少 用冷开水冲洗蒸熟的糯米去除粘性 再与富含酵母菌的甜酒药充分混合 当温度接近人的体温时 沉睡的酵母菌就会再次活跃起来 只需三四天的时间 酿酒缸中的米坑里就会发酵出鲜甜的米酒了 和面绝对是考验手艺人的力量与记忆 面粉 宜糖 酒酿 温水按比例组合 揉搓均匀 达到不粘手 不沾盆才算和好 最后经过七八个小时的发酵 就可以做饼了 一块红豆沙 一块糖猪油丁 口传新瘦的搭配比例 也体现了苏式糕点重油重糖的一大特色 饼坯做好 定型再次发酵 就能进入最后一道工序了 这个锅挺特别的 我觉得有点像咱们做那个生煎包的那种 这个是用碳机炉 就是碳 这是碳机 你看用瓦片 中间垫着瓦片的 这盖子也是很沉了 这个木头的 这用木制的 木制的 非得用木头盖吗 非得用木头盖的 为什么 木盖的话那个吸上的水分 可以吸掉一点水分 不会滴下去 吴江人讲究时令小时要趁热 所以这糕点大多是现做现卖 新鲜出炉的饼 嫩脆 松软 酸甜 玫瑰豆沙 糖猪油丁 完成了浓郁口感的塑造 带来了饼不醉人 人自醉的极致体验 而这浓郁的酒香味 还真是只有春天 这不冷不热的温度 才能发酵出来 所以在其他时节里 就很难尝到它了 一曲同工的糕饼还有很多 麦芽它饼 使用新鲜发制的麦芽 与春季出生的蜀蛆草混合 带青的质感 细腻甜糯的麦芽清香 绝对能勾起大多无疆人 身在异乡的香愁 在各色的春季糕点中 最神奇的莫过于这柱叶做的青团了 刷墙用的生石灰也终于派上了用场 把没开花之前的南瓜叶与丝瓜叶 用热水汆烫一下 冷却后再用生石灰腌制 这样挑去了叶子原有的苦涩 赋予了独特口感 待洗净后活入面中 就得到了碧绿的面团 手工包制出的青团 加上绝对天然的色料 清香油绿 这也终于解开了我一直 对生石灰制作糕点的疑惑 试过了端午纵 夏季糕点又隆重登场了 不过我概念中的麻花 在吴江有了全新的名字 我这看有粗有细 这就是麻花是吧 这细的是麻花 粗的是我们这边的 粗的就是这个 特产油绳 油绳 哪个油绳 绳子的绳子 像绳子的绳 老师傅跟你学学呗 怎么搓吧 拿这么一根 对对 这绳子搞一下 要搓圆了是吧 往回来 往回来 这是意思 还好神奇 让它这样 夹着 夹着它 然后让它往两边 对 不要跑 不要跑 让它紧一点 紧一点 越紧越好 然后呢 对 对 它是有脚容量 对对对 还可以吧 可以 还可以吗这个 可以 像这个油绳的话 已经流失了二十多年了 纯手工的东西 对 我觉得我江南人 我都没见过 苏式糕点 也称为四季茶食 随着气温渐升 少油酥脆的油绳 绝对是初夏田间里的热门小点心 待到六月底 清凉利口的薄荷糕即可上市 而进入盛夏的七八月 清热消暑的绿豆糕 会伴你度过最难挨的三福天 到了秋季 糕点的馅料也逐渐丰润起来 松子 核桃 青梅 橙子 各式各样的食材 在无疆手艺人的巧手下 均可成为糕饼中美味可口的馅料 外表酥松 馅料百味 焦香 麻香 各色风味占据了秋天的阵地 这春夏秋三季的美味还没消化 七十多岁的庄师傅 一筐沙子倒进了锅里 难道是要用这沙子炒栗子吗 这个沙子好像跟我刚刚看到的不太一样 这炒过了 这炒过了沙子 没有炒 全是黄的 对对对 现在还是热的 对 为什么要炒沙子呢 炒沙子它用炒米 这沙子不用炒 要用沙子来炒米 对 要炒米 餐餐一起炒 餐餐一起炒 够了 够了 这个米炒才好吃 这个很好吃 对 对 这就是炒米 经过石磨磨出的米粉 可以千变万化出各种精美酥松的糕点 陆大哥告诉我 可别小瞧了这炒米粉 用它可以做出已经失传多年 但曾经堪称一绝的芝麻糕饼 磨过的米粉与炒过的黑芝麻 按一定比例进行混合 加入适量的菊皮粉后 要再次精末 待米粉与黑芝麻粉的香气不分彼此 并能透出淡淡菊香时 再拿出陈年黄酒 就可以上案板制作了 糖 黄酒 猪板油 虽然有一定的比例 但还是要根据米粉的含水量 以及当时的气温条件等客观因素 进行微量的调节 方法可以口传心瘦 但其中的微妙还需各自领悟 然后敲一下就可以了是吧 在这 很清晰的 这个是一条鱼 这是一只鸡是吧 对 这个模子真棒 像这两个的话 最古老一点 这两个都是 大概什么时候 清末明初的 哇 那么久了 这个是老师传给我们的 这是您的 这是师傅的 师傅的 传给 传下来的 这个是棉花的 棉花座 这个是我近两年寻访过来的 寻访过来的老师傅那边 他们这种手艺也快吃产了 我尽量吸着点 它就不会掉渣了 嗯 哎呀 江南这边的糕点就是这种 甜甜的 然后还有猪油的香气 再混合着黑芝麻那种浓郁的香味 特别香 嗯 精致雕刻的模具形态各异 由于它富裕的外形似高又似饼 由此得名芝麻糕饼 质朴的外形并不惊艳 可当入口那一煞 瞬间融化出了甜甜的米香 浓浓的油香 与芝麻的醇香 再仔细品味 那菊香与酒香又恰好中和了 刚入口的那份浓重 四季轮回 冬季上市的糕点 干爽 重糖 不虚冷 当然这也是夏秋不时的原因 芝麻片 姜糖 袜底酥 耳朵饼 每一款糕点都有着自己的传奇和历史 在盛产倒 卖 花 果的江南水香 冬季的食令点心也绝不单调 来来来 小朋友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样一个和谐的气氛里 似乎糕点的味道与旧食礼仪变得同等重要 他们共同创造了人们之间的友善 融洽 在中国汉族糕点发展史上 苏式糕点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也正是有了像陆大哥这样一群执着的人 那些穿越了千百年的美味才得以留存 茶之仙 豆之仙 海之仙 四季之仙 追寻石令之仙的人们 在时光的坐标里捕捉至仙一刻 从历史的经纬中创造新生 恢复古老的烹饪技法 重现经典的四季之仙 一个仙字不仅诠释了中国人在口味上的极致追求 更代表了一个民族对美好希望的向往 这也正是寻仙之路的力量与意义